巴胜行动党昨晚举办大选未劳宴和元老廖金华的80岁大寿晚宴多名国州议员到场支持 但主角除了寿星以外还有前来贺寿的翁诗杰 这名在去年退党的马华前总会长上台致辞时 恭贺希望联盟创建了新马来西亚 然后表明自己现在是无党籍人士 前来赴宴全因为自己和廖老是几十年的文坛老朋友 虽然已经强调要过没有政治的生活 但在这个时间点现身再次引起好奇 有人邀请他加入新闻了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您对马华今日得到只有一个周期跟两个周期的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的 不愿吃品 这样你觉得他跟您当初在大选前发布了一个视频 批评马华的视频有什么提吗 针对马华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 翁诗杰表示自己已经不是党员 同样不愿谈论 也需要解决进行会 今天是在前面的患者 等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 互生的就是 对马华会 这些事文化